前有Rosa女士平静出浅色长发的 刻起来一战风神 现有陈飞宇金发加晚风 瞬间化成曼斯少年 我只想说 给这个能干的金发造型 是夹夹鸡腿吧 她不仅让Rosa从普通美人 健身成了清冷仙女 也让陈飞宇完美的扬长臂短 成功的让她的颜值 扳高了至少十个度 其实陈飞宇的脸 最大的bug就是遗传 至于她爸的骨性秃嘴 但是轻微的朝天敌 虽然说作为爵士大美女的妈妈 已经很努力的在拯救基因了 等于她上半张脸的 立体眉高和高鼻梁 但是她下半张脸 没跟上了 很多时候看起来 还是更感胀善关 而这次金发造型 一方就飘一轻领 再搭配上她的冷白皮 曼斯坦的那个仙气顺美 是不是瞬间就装到了 下层的一个动感 另一方面 她的发型偏长 被晚风吹出了很多流畅的大圆虎 大致提升颅顶和额头的一个秃度 但加上立体的鼻梁 上半张脸就变得比黑发造型 更加立体也有层次 虽然下面部的一个硬件bug 就是她的秃嘴 也自然弱化了很多 其他都要小看发型的力量 你看很多港风美女 为什么她们那个三分抱 仍然能够美出圈 其实也是利用好的一个 强秃度的发型 来去缓解嘴秃 就强烈建立有秃嘴问题的简面 都赶紧学起来 头发往前打理蓬松一点 降秃的效果是超级明显的 其次就是 陈美宇的脸型窄长 夏合明晰 她黑眼中是偏小的 眼白是偏多的 她的五官占比比较小 是属于秀气内卦的 也是她浅色 会比黑发色更出彩的重要原因 因为有这些特征 你比如说像Rose 还有全之龙 莫美琪 她们都是浅发 要比身发好看很多的 因为发色浅的时候 你的边界感就很模糊 视觉重心就很容易 从五官转移到我们的轮廓 那一眼扫过去 轻盈的发色 流畅的下颌 整个画面都是干脂柔和的线条 什么眼睛略小 什么鼻梁烧平 这些通通都可以被忽略掉 所以说靠浅发那些颜值 是很多淡眼细美人的首选 相反像杨米野热巴 这种明艳五官 或者像JC有这种 下颌亮感比较大的 她就是黑发比浅发好看 因为黑发更能凸显五官的存在感 所以说浓颜美女 往往青丝素发就足够经验 这话说回来 你是适合浅发色 还是深发色呢